普风公司在花莲设养鸡场的计划 引发凤林正名强烈的抗议 并组成了反捕风养鸡场凤林自救会 5月20号在凤林镇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抗议群众来自花莲各地的不同族群 投榜抗议的标语高喊捍卫凤林拒绝捕风 捕风滚蛋 誓言不惜任何的代价要将捕风赶出花莲 自救会自治抗议投金布条标语高喊口号 捍卫凤林拒绝普风 普风滚蛋 我们不要养鸡场 誓言不惜任何代价 要将普风赶出花莲 今天不只有来自凤林 花莲各地的乡亲参与包含了地方民意代表 现议员也都与民众站在一起喊出反对的声浪 抗议花莲 抗议花莲 普风滚蛋 普风滚蛋 我们这次凤林的乡亲大团结 我们的主族最一个不是考虑被造 就是被造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烦恼 非常非常的恐惧 所以这段时间让我们的长辈受苦了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民意站在一起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养鸡场进入我们花莲县好不好 花莲县议会呢 他也成立了专案小组 会很彻底的监督 那目前呢 我们双方 以民意和法律方面 依法方面 我们分境合集 那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做一个 接近完全符合民意的解决方式 这就会成员也说 他不是我们花莲未来规划的方向 他会破坏花莲的未来 破坏花莲的美丽 破坏花莲的环境 请大家一起把普风赶出全花莲 一寸土地都不给他 党普风是全花莲的事 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全花莲是美丽的后花园 台湾的后花园 我们不要在这个后花园 倒鸡屎 倒鸡粪 埋鸡屍 所以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 我们要让县政府听到我们的民意 我们不排除下一波的动作 到县政府去做更大型的抗登 普风还没有来我封一铃 我封一铃的人 担心手吧 我受的MR 我奉一铃老人家 担心手吧 他们每天本来是快快乐乐的 现在每天担心手吧 怕普风来污染 污染了他们住了一辈子的家乡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走普风 汉汇家园 汉汇家园 普风滚蛋 普风滚蛋 汉汇家园 汉汇家园 普风滚蛋 普风滚蛋 华联县政府在5月19号发布声明表示 关于养鸡场申请案 华联县政府都依照了中央相关规定 依法依规办理 但近来明代乡亲纷纷提出反对 华联县政府也考虑车照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道